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然后把两个很特别的东西组合在了一起 那就是这个海参了 你尝尝这个海参 它绿绿的是葱 对不对 还有些什么 有酱 还有姜 哦 一定要有姜 对不对 对 姜才香 我觉得 葱酱 那么在今天我们时尚工坊呢 我特别跟朋友们请到我们电视公司里头 因为主持节目最多的萧云 那么因为她主持节目都非常有深度 非常有看头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这一家 所有的菜都非常的精致 就是名字呢 你一听就知道啊 极有学问叫做南书堡 南书堡 是餐厅咯 你知道吗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萧云 今天其实来这边啊 我盼望已久了 为什么盼望已久 因为我其实我最爱下里面最忌妒的就是北嘉老师 有诗有喝 每次做节目 所以特别 这次也期待了很久很久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是不是 哎呀 但是你要知道期待很久的原因 我希望你不要跟我一样胖子 宽衣幕都装不下 我这一张脸就惨了 所以你今天来你知道吗 我特别啊 为您安排到这家最上层的一家四川菜的餐厅 叫南书堡 你知道吗 那么跟朋友们特别邀请到南书堡的名厨 您好 我们的赵师傅 你好 你好 这是什么鸭子 这是九仙鸭 你听到没有 九仙鸭 为什么叫九仙鸭呢 我们在鸭子的空置的时候 放置了啤酒 是啤酒对不对 啤酒 而且还放了其他的 还有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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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这样空置出来的 而且在这个杯子里面 实际上在下面是有火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有火 有火的 然后它都可以 让这半杯啤酒最后全部汇到这个 整个这个鸭子 煮鸭子这个汤汁里面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杯子盖的呢 它杯子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刚开始的时候 这是不需要这个啤酒进去的 然后到下面有火了以后呢 我拿掉这个啤酒 这个啤酒它这样 它就完全就进入了这个鸭子里面 真的有那个味道 好香哦 而且我觉得有这个香味 这个啤酒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啤酒 当然是用欧洲来的 相对于比如说德国的这种 为什么 啤酒它的麦芽的那个香味是比较重的 我口水都一直滴下来 实在太香了 旁边闻都够了 怎么样 很不错 就嫩不嫩 嫩 鸭子味呢有没有 有 淡室 淡室 还有啤酒的香味在里面 开洋酒白菜也是四川菜 对 看起来像是上海菜淡淡的 对 颜色也很较 你吃过没这个菜以前 有 其实有 其实在上海的时候 很多餐厅都会有 以这道作为就是 就是缓和一下口味的一个菜 嗯哼哼 也是这样子吗 长得一模一样吗 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是开洋白菜吧 嗯 我觉得是 开洋白菜呢 它是用就是用这种大百菜的菜心 完全是这种大百菜的菜心 会不会没有味道呢 不会 你开水呀开水一定是白白的 它名誉开水是用四川的有一个汤 这种汤叫清汤 这种汤是用老母鸡用鸭子用火腿 然后用骨头这样经过长时间的熬制 最后它的成汤 成菜叫叫汤清如水 但是实际上里面有非常多的浓度是很大的 但是它用特殊的方法吊制的就是很小的小火 慢慢慢慢在八个小时以上 哇哦 就是说实际上原料的这种东西全部出来了 看不出来了 但是汤清如水 所以说又取名开水白菜 开水白菜不是真的开水 而是高级清汤 有白菜的甜味 说错了 回皇上 白菜的味道 的确是它吃出这个必须要有白菜的回甜 甜度 对它有甜度 有甜度 它完全是一种本味 就是说当自然和这个本身的这个东西 最后融在了一起 因为它实际上这个汤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了 白菜是完全是回归自然的这种做法 这种白菜是用这种清汤放在蒸笼上蒸出来的 然后 哇真的是味道很好 很健康的一道菜 对对对 非常健康而非常有营养的一道菜 对对对 又营养又健康而且又美味 而且让人看这么赏心悦目一道菜 那这套菜是什么菜 这套菜我看上去有青菜有海参 海参 这个是豆腐玉子豆腐 玉子豆腐 它这个实际上是 四川菜的一种海参的烧的办法 它是有一点辣味的 它是有一点点辣味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都能接受 然后呢 我们这个呢 这个海参也是用的很好的 是用的刺身 用的就是说刺身 用的刺身 很贵的 对对然后呢用传统的四川的方法 然后味道结合了实际上这个豆腐是近代才有的 现在才有的这种豆腐 它不是传统的豆腐 它实际上是用蛋做的一种豆腐 非常的 没有错 里面就是蛋汁的 对 嫩嫩的 好薄哦 我觉得好吃 它是一种现代做的新型的豆腐 它不是就是说我们传统看到的这种石膏豆腐 它是一种鸡蛋做的豆腐 这本身这个豆腐就已经绝度的营养了 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嗯嗯 然后把两个很特别的东西组合在了一起 那就是这个海参了 你尝尝这个海参 来 海参的味道怎么样 诶底下还有 这个还有豆芽菜 豆芽菜的变底 对 海参你看这个赤身好嫩 我觉得发的时间很够 对 海参是非常营养的 而且是没有没有这个脂肪 对对对 不会让人家发胖的 对 非常健康的 健康的一个 这个最主要就是你事前的这工夫的泡 对对对 我整个海参发的时间都要大概在三天左右 三天 三天 而且在做之前还需要用很好的汤去喂它 海参这个东西哈 它是富含胶原蛋白 这个东西得没有什么味道的 它一定是要靠其他的汤 其他的东西去补它这个味道 你给它什么味道 就是说它就是什么味道 那就是一定要用很好的东西去补它的味道 对 那么另外还有一道菜 直到现在远远都闻了它的香味 对 这道菜是什么菜的很像东北菜我觉得 是 有主道 你非常有眼光 嗯 实际上这个菜就是来源于东北 就来源东北 对后来传到了韩国 韩国 大盘鸡 对 你说对了 实际上这个是安东鸡 安东邓鸡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通的菜 实际上就是安东邓鸡 安东邓鸡 它实际上来源就是东北 就是东北吗 东北 对 对 东北也做这个菜 可是现在韩国我看了一句剧里面 它都在吃这个菜 对对对 我当时以为我看错了你知道 我看对了是 哈哈 我以为它们跟东北很近嘛 对它实际上很多 实际上他们受了包括这种东北菜的影响 实际上包括朝鲜 包括韩国 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个东西 都和很多东北菜几乎是一样 一样 那为什么你们这边四川店也会做这道菜呢 这道菜是 因为是我们 我们那个老板刘先生的最爱 他的最爱 他很喜欢这道菜 所以说我们就是用大家也来享受 享受一下 他对这道菜可能是他有他的这种理解 嗯嗯嗯 他很有感情的一道菜 那他吃你做这个菜他觉得怎么样 他他觉得就是说第一次吃是不是眼睛都空了 哭了下来 他为什么他是到韩国去吃了就觉得很感动 一直念念不忘 我没说错吧 很感动 然后回来以后他就他就需要他就说让我们也做这个菜给他吃 他觉得做了好吃 就说就让大家都来受他的感动 嗯哼真的都感动了 你看 但这道菜 真的是很香的这道菜 远远闻都很香 包括你看一端进来又有这个安东鸡的香味 嗯 您以前在国内是不是也是名厨 嗯 嗯我不是名厨 但是我但是我是在国内 我是学烹饪俄手 的哦 对我是四川烹饪专科学要毕业的 嗯 我是专业的烹饪就是就是厨师 嗯哼 就是说在来美国之前就已经做过很多年的训练 就是说到了这儿也差不多快20年了 嗯哼 所以说就帮四川的菜呢 您就做本土画的改良 但是我没有说完全变到了那种 变本没有忘本 没有忘本 我做的还是四川菜 还是四川菜 但是到这边来 你除了四川菜本身就讲的色香味 所以你在这边除了能够看 闻到它味道很香之外 可以看它颜色很漂亮之外 其实它味道非常的入味 入味真的是入味 非常的到味 而且非常的到味 真的是怎么样 今天大饱口 那我完美主义的 完美主义 完美吃了一顿 对 真的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的这个乔师傅 都给我们介绍 对 这么好吃 而且我们听了之后 真的就觉得今天事实上是来上课 我们学了很多 学了很多书 就像他们餐厅名字一样 南书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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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你好 吃过早点了没有 讲起这个吃早点呢 我觉得欧美人吃早点太简单了吧 对不对 就是个煎蛋 就是个火腿 就是一个吐司不像咱们中文 中国人你想想看 有多少种不同的早点呢 以台湾人来讲 烧饼油条豆浆再加饭团 对不对 那么以广东人来讲 香港人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饮茶 有烧麦 有虾饺 哈搞 对不对 那么以江泽人来讲就是 泡饭 还有好多好多小菜 是不是 今天我们都不去这些地方 我带您去一个 在咱们洛杉矶呢 是有最正宗的天津早点的地方 吃什么呢 讲起来天津早点 大家一定想到了有煎饼果子 对不对 还有葡萄包 对不对 它的包子都特别好吃 我今天就要带这个 莉莉跟嘉嘉 来快快快快 带你吃东西 哇 今天吃东西 幼稚 幼稚 幼稚啊 今天吃早点怎么样 好啊 你带那个请算 当然啊 北方早点 北方早点啊 你呢 我们吃个天津早点好不好 好呗好呗 天津早点 你最喜欢吃什么 天津包子 你呢 煎饼果子 全都有 咱们就进去 再是金海餐厅走 耶 哎大姨啊 这个天津人都称大姨 大姨是个尊称还是什么的 尊称 尊称啊 好大姨我给你鞠躬了 我看你包这个包子包的好快好漂亮啊 因为我觉得包子非常的难包 首先呢好 馅要多 对不对 对 皮呢要薄 第三呢这个花呢要多 我讲的有没有对 对 非常正确对不对 对对 您包包子多少年了 我包包子等二十年了 二十年 那意思是从一小时候就开始包了吗 我今年就五十五了 二十多岁包 那这是你以前在国内就开餐厅吗 对 开什么样的餐厅 就那个我原来就是也是给人家打个 整个就是早点步 早点 早点步 中餐也有晚餐也有 还有包子 哈哈哈哈 那这个包子跟天津包子有什么不同呢 天津有狗不离包 对 咱的包子 反正也不次于狗不离的 咱不能言的是老子好 你说对吧 咱就反正 区别在哪呢 是因为它馅呢 还是它的味呢 我看是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咱就差不多 咱不能是被天津的老子好咱做个干嘛的 咱就是井海产品有井海的特色 你说对吧 咱就包子 不次于那个天津狗不离的 对 它说它不次于 可见你是天津狗都离 狗都爱吃这个 对不对 那个是狗不离 这狗都想吃 因为我看这馅儿啊 这个就已经很润 对不对啊 对 我觉得其实拌这个馅儿应该很难 其实拌馅儿就是一个其中的学问 对吧 对 这拌馅儿都是老板打的 老板打 对 都是老板的 这个肉呢 肉都是自己嚼的 买来的咸油 都自己嚼的 自己嚼的 都是人家一手就里边做菜 好 那绿绿的是葱 对 还有些什么 有姜 还有姜 一定要姜对不对 对姜才香我觉得啊 葱姜 还有呢 嗯 吃上去里边它 麻油 有没有麻油 油油嘛的 都是老板给配的 老板配的 对 对对对 别自己随便配 自己随便配的话 是做不出天机 狗都理的包 是配不出来的 对对对对 这就是学问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个人都很喜欢到这边来点你的天井豹子 对 的原因对不对 就是它的味儿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你的皮儿也很重要 这是呃 烫面的呢还是发面的 发面的 发面的 好 那我们就等着看我们的大姨帮我们蒸出这个天井豹子 它的味道如何了 好不好啊 哇 哇 哇 刚才大姨刚才已经做了包子现在蒸出来 一般来讲就是蒸包子要多少时间 15分钟 15分钟整 才饱 啊 你才15分钟 那蒸要花多久时间 三个 你怎么知道它熟了 嗯 嗯 我们有认表 啊 哦 那表 那表 什么样认表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 什么认表呀 那那小小表 那表 有个时间 时间 他掌握时间 时间表 哦 那这表要讲了几分钟才好呢 嗯 11分钟 11分钟 那我们看11分钟这个天井豹子 会要怎么样 来了来了 迫不及待了 已经迫不及待了 怎么办 拿很难拿对不对 没关系 没事没事 重要在它的味对不对 不不过破了很可惜 因为有 据说里头有很多汤汁 哦真的是有汤汁 嗯 这就是可见你的馅儿 馅儿的问题对 是 就一边要搅肉的时候了 还要放水吗 放老汤 老汤 放老汤哎 哇 难怪那么鲜美 就是老汤的功劳 对 而且啊 它的馅儿好嫩的 它那个馅儿肺那个汤汁浸润 嗯 嗯 特别的好吃 一会儿啊 这种面皮 真的很有 很好 好 在家很软 我最主要 我觉得很软 有浸脏又很软 而且这个汤汁已经把味道 整个都浸在这皮里头去了啊 这皮也是你自己做的吧 是 都是自己做 都自己擀的一个一个包子 你知道吗 真的自己 嗯 对 北方人就是 一不想做菜了啊 嗯 是吗 是吗 那我们家也是自己做的 可是就不是这味道 我觉得 所以有来之间嘛 哈哈哈 是功夫不够 哎 真的是很棒 所以难怪到这边来 几乎我看你的店啊 24小时 只要你营业之间随时随地都是高不满足啊 我也是啊 嗯哼 就因为我们是现包的 现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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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天津人很会吃 是不是 他们吃早点吃的特多 是不是个个长得人高马壮的 哈哈哈 他吃了这么多 这些都是天津的早点吗 对 对 那个我知道那个是豆沙包对不对 对 那这个呢 这是早的 早啊 红早的也是很 红早也是很土的啊 所以你看每个 那这个是芝麻烧饼是不是 芝麻 这是芝麻烧饼 芝麻烧饼 芝麻烧饼 那我拿每个 咦 拿一个 咖啡色的好 那是什么 麻酱烧饼的叫 麻酱烧饼 刚才还在想那是什么 麻酱的 芝麻酱跟红糖 芝麻烧饼 芝麻烧饼 芝麻酱跟红糖啊 也是甜的了对不对 那我得跟弟弟分一 好 那我得跟姜麻烧饼 好 那尝尝看着芝麻酱 芝麻酱 芝麻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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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锅盒变滚 对 嗯 芝麻烧饼 这边有个洞 怎么 为什么要有个洞 哇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个洞 他说这样子才容易蒸熟 对 对 是不是这样才是蒸熟 否则他的这个这个 哦 这个映米面呢 啊 必烧难蒸熟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才容易蒸熟 必须要有一个 这边这个特色 你知道吗 好 我没有想到啊 这个天津云呢 他早点花样这么多 包括烧饼油条的油条都有啊 有啊 也有 天津也是猪油条嘛 也猪油条啊 也猪油条啊 有啊 我有点小土了 我以为只有台湾才有烧饼油条 哈哈哈哈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 嗯 锅巴菜 天津的小吃 叫什么 锅巴菜 锅巴菜 那是锅巴吗 对啊 这是锅巴啊 嗯 这是锅巴 锅巴怎么这个样子 不困难 绿豆 也是绿豆 绿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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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底下呢 底下什么料 绿豆 我妈就讲话绿子 哦 卤子的 卤子 卤子是吧 那这个 这个一个瓶一个瓶就是绿豆做是吧 来尝尝看 绿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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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料呢 这什么料 来尝尝 哦 这好别致哦 我来尝尝看这个味道 很快满的 对 都卤嘛 很鲜 因为豆腐乳的味道对 对 头一次 头一次是 头一次 那这个这个这个 锅巴的话是玉米做的 不是 绿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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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豆啊 也就是绿豆 磨嘛 小小的绿豆可以做成这个 那你们自己做的吗 都是自己 自己来磨的 是 对 哇 那可真是功夫啊 嗯 可是从这也知道 这很放心 因为在自家做的啊 是就特别的干净 而且看他们的那个肩胖啊 都是凤米式的 就是告诉了观众 他们是现做 现实打的对不对 对 吃不出绿豆味啊 吃不出啊 慢慢吃可以感觉到 可以感觉到这个 我们就是味道什么 吃不出来 但是嚼劲可以感觉 这是绿豆粉的感觉啊 但是绿豆本身就是 这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豆杯 又精黄 对啊 对啊 健康的 健康的早点 所以你别看 那个天津人吃那么多早点 个个都不胖 长得刚刚好 就是因为它所有的料啊 都很实在啊 都是健康的 比如说这个豆花就是 对 豆花本身大家都知道 非常健康的营养 可是这是花花绿的豆花 是什么豆花啊 咸的 咸的 我们天津是咸的 好像跟我们之前吃的 我之前我家乡吃的豆花 是一样的 嗯哼 跟北方的豆花 你们是北方的嘛 不是北方的 北方的 我家乡吃的都是南方的 南方是 上海那儿 啊哈 对我们那儿吃的豆花 就是 好像就是偏甜吧 甜的 比较甜的对不对啊 啊哈 加糖 加糖对不对 对 这咸里头有什么料呢 来我们来尝尝看 这什么料这里头 这是有鸡汤做的 也不是 销鸡汤 鸡汤 一听这个老汤鸡汤 对 我就听得我魂飞魄散 我就觉得你们真是实在太讲究了 就是我们天津对这儿讲究 就是 不是讲究 那么糊 早点其实上很重要的 是 真的很重要 你看 对我们 你们一批再也要擦 对 哇 那那这个豆豆豆花呢 也是自个儿做的 你们全都是自个儿做的 那老板一天要几个小时才够用吗 我们老板来一手 我们老板 不一样 对豆花好细 我觉得豆花自己做啊 真的就放心 就等于是很冷的 而且 看实际 很实际 就很实际的 对不对 因为外面有些买的 你真不知道他有 摻了一些什么其他东西在里头 对 这个一吃你就知道非常纯的 对 豆子打出来这个豆花 所以这咸豆花我第一次尝试 而且天津市的 我觉得跟您说很好 而且很营养 基本上也很营养 在外加的西汤 更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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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吃了一碗 就很补了 对 又美容又养 这天的这个营养全都有了 对 是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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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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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